台體劉威廷今天出賽105年 全大運跆拳道對打項目 在公開男子組80公斤級冠軍戰 前三回合0比0進入驟死賽 劉威廷在最後16秒靠終端攻擊拿分 抱回跆拳道隊第一面金牌 最後一場比較難打 因為大家比較熟悉 所以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怕失分 就沒有很大膽的進攻 我前面一直有想 就是用後腳那樣子的攻擊 可是因為他前腳反應太好了 後面是抓到一個 就是抓到一個時間吧 連續的攻擊所以還得分 劉威廷前兩年出過比賽 錯過全大運 今年終於能夠參賽 實現他的小小心願 我大一去那個牙井賽 然後大二去市井賽 剛好都沒有比到 我同學都有得到208了 我都沒有 因為其實沒有比過 不知道那個氛圍是怎樣 對啊 而且就是全校出動這樣子 我覺得那感覺蠻好的 台體跆拳道代表隊 目前夠拿下一金一銀二銅 明天是最後一天賽程 也期望再有好成績 記者蔡家儀 李燕雲 馬玉龍 台東報導 納燈 3 8 9 9 9 10 5 9